顏偉誠於前兩屆全大運接拿下一般組繁曲弓銀牌 第三度挑戰金牌的他即使實習工作繁忙 仍抽空回到母校甘源國中訓練 經過教練指點迷金後 他今日以總分591分羈押全場 為奪金之路開出好彩頭 對於今天這兩局下來第一局我比較滿意 因為有破自己想要的目標 想要做的動作都有做出來 第二局因為比較美麗練習時間比較少 所以分數沒有那麼理想 但是還是有在水準之內 尋求反曲弓個人賽連霸的黃可欣 今日在排名賽中遇上亂流 以總分416分佔據第14名 黃可欣自認今日放箭節奏不穩定 期待明天能拿出平時的表現 果斷射出美一支箭 今天沒有做得很好的部分是在節奏 我希望明天我可以就是勇敢一點在放箭的部分 然後就是節奏就是不要帶太久 就是在放箭的時候可以稍微再快一點 台體大射箭隊 今日共有4名女子選手出戰反曲弓個人賽 其中 見臨不到一年的賴彩玲表現最為突出 於排名賽射出465分名列第八 賽後教練劉明皇大讚賴彩玲出手穩定 他也期待4位選手在休息調整過後 明天表現能夠更加出色 記者劉修竹 胡佳蓁 桃園報導 請給我們一同 問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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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哇